从上周开始,硅谷银行的倒闭引发全球关注,尤其是在硅谷银行被政府接管后。 美财长耶伦强调不会救助硅谷银行,使得全球投资者都无比紧张。 更有甚者认为第二个雷曼即将出现。 但万万没想到,戏剧性的一幕来了。 今天凌晨,几乎是在亚洲金融市场开盘的同一时间。 美联储、美财政部、美联邦存款保险发布联合声明。 存在硅谷银行的资金,会得到100%的保护。 包括未被保险覆盖的部分,周一就可以提取全部存款。 除了硅谷银行,美国另一家侧重加密货币业务的银行,也已被监管接管。 储户的资金,同样被监管兜底。 这其实就是,政府支持下的刚性兑付,越过制度,去阻止民众挤兑的死亡循环。 尽管美联储声明,为硅谷银行的巨额亏损买单, 并且表示,不会由纳税人承担。 但美联储的钱,终究也是印的。 债务货币化稀释的,必然是民众的货币购买力。 最终买单的,依然还是纳税人。 也许硅谷银行的危机,迎来了重大转机。 可即便危机,不会现在发生。 硅谷银行的崩盘,依然释放了一个,极为负面的深层次信号。 那就是,诞生于全球化之下的,互联网创业创新的黄金时代,正在加速崩塌之中。 硅谷银行,成立于1980年代,不止恰逢中国改革开放之时。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,这家银行所存续的40年,也是人类历史上,发展最为迅速的40年。 这其中,自然离不开,技术红利的加持。 互联网技术的快速跃迁,带来了全球交流沟通的日益紧密,也加速了,全球化的进程。 如今的互联网,已经在全球范围内,无孔不入。 它已应用到,社会的方方面面,甚至是最黑暗的角落。 就比如那些,专司黑市交易的暗网。 这也是硅谷银行,得以诞生的背景。 按照硅谷银行的介绍,其次成立之初, 就只在服务,科技创新企业。 后来硅谷的蓬勃发展,硅谷银行,也的确提供了重要助力。 正所谓巅峰之后,就是低谷。 现在的它们,已然缺乏,继续扩张发展的动力。 在繁荣期时,新技术和债务同步扩张。 社会生产率,在杠杆的作用下,节节升高。 然而,现在的逻辑变了。 成熟的技术能量衰落,而新技术,仍处于艰难的酝酿之中。 在新旧交替之间,原有的技术、力量和影响逐渐衰弱。 比如,2010年之时,正是国内移动互联网,大出风头的时候。 多少互联网新贵,谱写了一个个神话。 然而抖转心仪,不过几年时间,互联网行业, 已经成为向社会反向输送人才的基地。 拼多多在2018年上市时,员工整体年龄,只有26岁。 在当时,这会被理解为,一群年轻人,热血创业的励志故事。 然而同样的事情,在近两年,却成为了,30岁以上员工都去哪了的质疑。 再比如,全球社交之网脸书。 受制于,单一产品形态。 其最大的困境,就是守城南,增长空间小。 在本世纪初,全球化扩张背景下,以脸书推特为代表的社交网络。 不仅链接了人与人,还契合了当时,美国主导的,自由网络战略,一度风光无限。 可全球化退潮后,是右翼保守势力的崛起,及大国竞争叙事的流行。 整个世界趋向封闭,同时也压低了社交网络的未来。 在危机之下,脸书奋起进军元宇宙,投入了,几百亿美元的巨资。 可遗憾的是,至今效果并不理想。 虽然元宇宙,网大了说,可以用数字手段,建构虚拟化的世界。 甚至在虚拟世界中,依靠区块链实现经济系统的重构。 但说来说去,它仍没有跳出,既有技术的范畴。 更多是,现有技术的综合应用。 当上一轮工业革命以来的摩尔定律,已经趋于极限。 新的技术红利,却依然还是,物理看花式的存在。 对于存量红利的争夺,也导致此前形成的,全球分工体系,面临重构。 近年来,我们能够看到的很多问题。 比如制造业转移,芯片卡脖子问题等等,深层次原因,皆在于此。 而如今这种塌方,已经侵蚀至,上一轮科技革命的测原地硅谷。 从这个角度来看,与其说硅谷银行,将会是下一轮经济危机的因。 不如说,它是近年来,技术全球化塌方的果。 如果硬要把硅谷银行,视为多米诺骨牌的话,那么它只不过是,数年来系统崩塌中的一块。 我们知道,金融危机之后,新冠的突然袭来,以美国为首的,世界主流经济体,都靠印钞,向社会放水,继续增加债务,来注入流动性,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,来解救。 这就好比,刚抢救过来的病人,原本需要精心调养,但意外出现了重感冒炎症,必须大量服用激素类药物,以求用猛药保命。 虽然短时间内生命得以维持,但会付出相当的代价。 以美国为例,我们可以看到,2020年的美国股市,迎来了大起大落,10天之内,美股熔断4次,但随后,却随着美联储放水一路走高。 而大量的流动性,别无选择地进入了科技头部企业,导致现在美股的科技股股价,基本和美国债务增加同趋势,已经严重脱离了,其基本面。 与业务扩张,或者技术提高,基本毫无关系,完全是一种货币现象。 当大部分释放的流动性,没有进入其他领域,而是进入了金融市场。 这就成为了,资产价格上行的燃料。 更变成了一种,社会资源循环中的空转。 美国股市中,公司回购的影响,非常大。 企业从金融系统中获得融资,转手又在股市中,购买了自己的股票。 实际上,这部分资金,并没有参与到业务扩张,或者生产经营中。 也就是说,某种意义上,成为了一种较藏的资产。 与老地主,把黄金埋在土里,其本质上,没有什么区别。 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,是经济环境风险加大,全球化退潮之下,几乎所有人,都缺乏扩张冒险的精神。 这是既得利益,对资源流动的桎,造成资源的错配,使得技术止步,产能过剩。 最终,危机与萧条,一定会到来。 但任何一个政府,都不会容忍,经济在自己手中内崩溃。 他们会用尽,一切货币政策的手段,来避免这个情况的发生。 只要有能力,就会尽可能地用货币政策,去在萧条期刺激经济。 就像抢救的时候,不断地垫击心脏一样。 不刺激一定死,刺激了,还有可能活。 所以这时候,货币政策,就不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,而是一个政治问题。 取舍的原则,不仅是经济指标,还有社会稳定的考量。 但是,死最可免,活最难逃。 在信用货币时代所表现的就是,一波又一波的智障折磨。 直到经济活动生命力,被过度透支,市场参与者的预期,已经趋于绝望。 而如果所有人,都有一致性的悲观预期,必然导致,流动性陷阱的发生,全球性危机,也就会随之而来。 当然,我们也不要太过悲观。 也许下一代的乔布斯,已经在他的车库中,成立了下一代的苹果。 但是他们现在过的日子,肯定也是紧巴巴的。 原因很简单,没有聚光灯照到他们,也没有社会资源,投入到他们。 那么资源都在哪里呢?都在注视那些,能看到前景,能赚钱的老产品上。 就如同一片森林之中,老产品就是最雄伟的那片树。 而底下的小树苗,缺乏雨水阳光,无法壮大。 只不过,木锈于林,封闭催枝。 在雄伟的树,生长也有极限。 当危机萧条来临,原有的参天大树,将会枯萎死亡。 他们最多只能保留一部分资源。 然后,与其他曾被人热捧的产业一起,成为人类生活的一部分,转变为传统产业。 但同时,他们又会让出一片天空,让出相当的社会资源。 那些柔弱的小树苗,就有机会接受到阳光和养分,就有,能够成长起来的机会。 繁荣时期,人人都开心。 如同一场,肆意狂欢的派对。 只不过,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。 取终人散,一定会有人收拾残局,然后备好全新的沿袭,等待下一场的来到。 萧条时候,大部分人都会很煎熬。 但过往的错误,却能得以纠正。 过剩的产能得以处理,希望的种子得以萌芽。 这样说的话,萧条与危机,本质上是全球的出清。 是迎来下一波繁荣的必经阶段,也是新一代技术革命的阶梯。 时代会临选出新一代的先锋,他们将带着新技术之威力,带动整个社会的生产率进一步攀升,并逐渐改变社会的结构和经济的基础。 最终按照生产力,决定生产关系。 按照客观规律,塑造一个全新的社会。 在不断给全社会带来增量的情况下,彻底革新出一个新的分配体系,以适应新的生产力。 也许有人会说,这些只是盲目的乐观推测。 也有人会说,要想看到新的大繁荣时代再次到来,恐怕还需要很长时间,甚至是一两代人的等待。 这些说法,我们都难以否认。 但我们希望未来,能如同我们所希望的那样。